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美国大选 是几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选举 虽然58%的投票率并不算高 但选战过程却一波三折 很不寻常 随着共和党候选人胜选 喧嚣的选战暂时落下帷幕 但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 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 对新当选总统的攻击 很多城市都爆发了 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 要求重新清点选票 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 虽然抗议者一再声称 他们的游行示威出于自发 调查记者还是发现了关键的证据 揭示出其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 据指证 组织抗议的是左派的职业革命家 这些团体和朝鲜 伊朗 委内瑞拉 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极权国家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 工人世界党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 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 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 新西兰政论家翠弗·劳敦制作了纪录片 现于重围2017美国内战 由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 掌握了美国的教育 媒体 渗透进政界和企业界 就在世人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阵营欢呼的时候 共产主义却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 政治 经济 教育 媒体 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 肩负着世界警察的天赋使命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的参与最后扭转了战争的局面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 成功把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200多年前 赋予远见的美国建国之父们 经过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之后 撰写了不朽的政治学经典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这两个基础性文件 把天赋人权作为不正自明的真理 确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 并且奠定了分权制衡的共和制度 这两个文件和众多睿智的政治家 前进信神的美国人民一道 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达200年之久 共产邪灵当然不会安心于整个西半球 超出其掌控之外 它要在东西方同时布局 为了毁灭人类 邪灵操纵其在人间的代表 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说 极其狡诈地实施毁灭人类的计划 如果说在苏联中国等国家 共产邪灵采用的是夺权杀戮等方式 破坏传统文化 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 那么在西方共产邪灵采用的 则是渗透的方式 由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暂时没有取得政权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 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 渗透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当中 至少有四股力量 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一 苏联的颠覆和渗透 苏俄成立之初 即成立共产国际 作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工具 第二 各国共产党听命于 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 积极筹划颠覆活动 第三 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 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 采纳了各种变形的社会主义政策 使西方社会中呈现不断向左转的态势 第四 各个国家都有共产党的同路人 同情者 大量被共产党利用的有用的傻瓜 成为共产邪灵得心应手的工具 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第五纵队 客观上起到了破坏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作用 第一 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共产主义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产党都是和暴力分不开的 这一点事出有因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狡囂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因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革命 都以暴力为主要手段 客观上 使世人忽视了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即非暴力的共产主义 暴力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代表 列宁从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 共产主义革命 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 但列宁认为 在落后的俄国一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其建党学说 列宁认为 工人阶级不能自发的产生阶级意识 和革命要求 必须从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输给工人阶级 因此就要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 有严格纪律的政党 这个政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共产党 列宁建党学说的实质是把黑帮组织和恐怖主义 驾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之上 设计出一个依靠暴力和欺诈实现共产主义骗局的路径 就在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 英国诞生了一个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团体 费鞭舍 费鞭舍的标志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费鞭舍的名字来源于 以逃避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将军费鞭马克西姆 在费鞭短评的第一期刊头上 登载了这样一句舍名 要像费鞭与汉泥拔作战那样 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 他还是极其耐心的在等待时机 一旦时机来到 就得像费鞭那样全力出击 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 费鞭舍宣扬和平常入社会主义 因此发明了到处钻洞的渗透策略 费鞭舍不仅不限制 是自己成员的活动 而且鼓励他们去做内阁大臣 高级行政官员 大工业家 大学校长 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随从 或直接加入其他 同意接受他们的团体 以便通过这些途径 把其思想灌输给关键的决策人物 费鞭舍主席希德尼·韦伯写道 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计划 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思想里 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们的思想里 我们不遗余力的 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激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传 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传 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传 也在雇主们及金融家们中进行宣传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把符合于我们的方向的观念和计划 向他们进攻 费鞭舍成员中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四处演讲 出版书籍 杂志 小册子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20世纪之后 费鞭舍成员开始参加政党活动 费鞭舍四巨头之一的韦伯 成了刚刚成立的工党的 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费鞭派代表 他为工党起草党章 理定党纲草案 指导各项政策 努力使费鞭社会主义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 费鞭舍在美国影响也很大 有不止一个费鞭主义团体 费鞭思想在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中影响也很大 不管是列宁市的暴力共产主义 还是费鞭舍的非暴力共产主义 背后都是共产邪灵在操控 其终极目的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列宁市的暴力共产主义 并不排斥非暴力手段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 列宁严厉批评了西欧共产党 拒绝与反动的工会合作 或者拒绝加入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举动 列宁写道 政治家的艺术就在于正确判断 在什么条件下 在什么时机 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的取得政权 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 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 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 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 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他一再强调 共产党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为了夺取政权可以做出任何许诺和妥协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夺权过程中 他们的确是把暴力和欺骗的两手发挥的淋漓尽致 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 那些非暴力共产主义流派 其实也不排斥暴力 英国费编社代表人物之一 据作家肖伯纳曾经写道 我已经清楚的阐明 没有收入的平均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贫穷是被禁止的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都会被强制的胃保穿暖居住 接受教育 安排工作 如果发现你的操行和勤奋 够不上这样的待遇 你可能会被温柔的杀死 善于伪装的费编社 选择了善于辞令的肖伯纳 把非暴力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 包装的温情默默 只是在最后才露出凶残的面目 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 不惜采用暴力手段 打 砸 抢 烧 爆炸 暗杀 其行为模式和共产党如出一辙 二 共产国际谍报战 谣言战 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 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 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领导的波尔什维克党 在俄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 迅速成立共产国际 其使命就是输出革命 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推翻各个国家的合法政权 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就隶属于第三国际的远东支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 全都听命于共产国际 接受其资助和培训 苏联共产党也以其庞大帝国为后盾 在世界各国招募激进分子 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 在各自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 就是这样一个 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共产党组织 在近100年的历史当中 虽然美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拥有众多党员的大党 但在美国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 与弗莱德·施瓦茨博士一针见血的指出 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 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 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 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 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 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 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 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 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内部 有很多苏联间谍早已不是秘密 但由于1954年 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反共努力被打压 左派媒体、政界、学术界合力掩盖 相关证据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 美国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 美国情报部门破解的绝密电码维诺纳文件 在美国政府内部 至少有300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神居高位 有些则可以利用职权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 这些人包括向财政部副部长 哈利·德克斯特·怀特 和国务院官员埃尔杰·西斯等 包括向苏联输送原子弹技术 和其他军事技术秘密 后来被送上电椅的罗森堡夫妇 由于维诺纳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 到底有多少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 被泄露给苏联 尚不得而知 但更为重要的是某些苏联间谍身居高位 有机会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 发挥重大影响力 在二战结束前举足轻重的亚尔塔会议上 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西斯 在战后领土处理 战斧交换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等重大决策过程中 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怀特作为财政部长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 参与制定了很多关键政策 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人之一 正是这个怀特在1941年促成国民党任命 中共地下党员继朝顶为财政部高级官员 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元券改革 造成政府信用尽失 历史学家相信 由于苏联间谍和亲共分子的影响 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当中 中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 是造成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文斯等学者强调 影响政策才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 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 但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 惠特克·钱伯斯写道 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 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文件 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 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 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 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 尤里·贝泽门诺夫 在著作和演讲中 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 很多西方人 受詹姆士邦德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 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 也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 炸毁桥梁等 但事实远非如此 大量的人力物力 用在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 贝氏详细解析了 颠覆战略的过程领域和手段 第一个阶段 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 士气低落 第二个阶段 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 第三个阶段 制造危机 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 内战 革命 或者外敌入侵 这使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 即趁机夺权 进而稳定局面 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按照贝氏的说法 共产党渗透的目标 主要有三大领域 思想领域 包括宗教 教育 媒体 文化等 权力机构 包括政府 法院 警察 军队 外交机构等 社会生活 包括家庭 医疗健康 种族 劳资关系等 被试以平等观念为例 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 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 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 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 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 进而影响劳资关系 造成罢工潮 经济衰退等 展开权力斗争 全面危机爆发后 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 1978年出讨西方的 前罗马尼亚最高安全官员波切巴 更加全面的揭露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 对西方发动大规模心理战 谣言战的策略 波切巴强调 谣言战的目的是改变民众看问题的参照系 心理被改造之后 一个人即使面对真相 也无法理解 无法接受 成为有用的傻瓜 贝泽门诺夫说 意识形态颠覆的第一个阶段 一般要用15到20年 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2到5年 第三个阶段只要3到6个月 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 其效果之好 远远超出了苏联当局的想象 根据很多前苏联间谍情报官员的字述 和对冷战后解密档案的研究 前苏联的渗透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 反文化运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 1950年开始揭露共产党 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 但1954年被参议院投票谴责 美国政府内部清理共产主义的努力 半途而废 是美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关键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 麦卡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 而失去现实意义 麦卡锡多年来被左派政客和媒体妖魔化 麦卡锡主义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 显示出左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 在回顾了麦卡锡等反共英雄 在美国被压制被丑化的历史后说 左派的反美是其整个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者为通奸者 色情业者 鼓吹堕胎权者 罪犯和共产主义者争取权利 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 自由主义者争取权利